王偉好 部長 你剛剛講喔 公平正義原則要考慮 這個我很贊成 但是呢 你們的專業 你們也一定要拿出來喔 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 那 該當我們上層說怎麼樣 你們的專業不行的 該當反應 你們就要去歡迎了 這是我要強調的 你說公平正義原則 但是你們現在的制度只扣本國人 不扣外國人 這個也叫公平正義嗎 自然人的外國人有課 非居住的有課 所以這個部分 在下個階段 我們過去都說先求有 再求好嗎 那我想整個民眾 現在會很悶很欲足 最主要是覺得很多的部分 政府好像都沒有 都是一味的公平正義原則 而沒有去考慮到後續 所衍生出來的一個相關的問題 好 那撇開這個來講之外 部長 你針對日幣寬鬆政策 你的看法怎麼樣 你認為它對台灣的影響有多大 這樣啦 日幣寬鬆有它的國家的背景 因為這個國家 悶了二十年了 是 我們也悶了快十年了 不是 我跟委員報告 他們是長期通貨緊縮的國家 通貨緊縮 不是通貨膨脹的國家 所以他現在是要求大家有通貨膨脹的預期心理 來買房地產 他們房地產是 漲到三分之一啊 不是腰斬而已啊 所以他們國家的狀況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是有物價上漲的壓力的 我們有物價上漲的壓力 那你認為這一波日本的寬鬆政策對台灣的影響 你認為會差異在哪裡 當然我們是鄰近國家啦 那一定有影響啦 因為日幣寬鬆來以後 大家亦期 這一波我們的出口下降很多 跟這個有沒有相關 關聯性不大 因為我們的出口衰退在歐元地區 主要是歐債的關係 跟日元的 不過日元他日元這樣一扁下來的話 針對我們一些所謂的工具機的部分 我想未來的影響勢必在未來幾個月看得到 這個部分已經看得到的問題 也請你們回去 再看看怎麼演繹喔 那部長你有說過喔 補貼是讓人民最有感 是不是這樣 補貼是錢直接到口袋裡啦 最有感覺嘛 那減稅的話 我是用這兩個工具來比較啦 就這兩個部分來啊 對,減稅跟補貼來比較 補貼比減稅要有感 不過我希望你們未來的政策制定的過程中 希望能夠 除了錢花下去之後 真的能夠看得到 比較長期的一個效果啦 好,那我看你今天的這個 導入民間的投資 振興國內的一個消費 從你們這個專題來看的話 哇顯然我們國家的財源 狀況非常的不佳啦 我們才會希望把 我們的這個民間的投資 給他導引進來嘛 但是我看看你們的這個 這幾個方案下來的話 緩不計及耶 你這個都是中長期以後的一個計畫耶 你有沒有什麼哪一服鐵哪一服藥 放下去就有效果的有沒有 當然投資本來就是很中長期啦 但是我們把這些盡量加速 像一些重大的案子趕快來加速進行 然後一些重大的建設 我會建議啦齁 是 我們的法令齁要儘快去鬆綁 我覺得非常多的投資案希望會回 回…回…歸於瞞 Lazwill 回…返鄉齁齁齁齁 這些企業他們的反應就是說 我們並沒有像大陸那麼積極 這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我們的這個法令啊 從他找到土地開始環評過了之後 通常要一兩年以後 那在企業界他們的這種競爭的過程中 這一兩年大概他們的商機就完蛋了 所以這個部分我還請部長回去之後 有關於相關的 能夠加會與這些投資的 能夠優惠的我們盡量去做 那法令能夠鬆綁的 能夠有利他們的也盡量去做好不好 這方面金管會對台商 鼓勵台商回台投資這方面有在做 法規鬆綁的部分也都有 謝謝部長 那請金監 金管 金監會 金監會副主委 吳副主委來 委員好 你覺得悶不悶 悶不悶 這個但目前整個國內經濟情況是 有一些門難 因為國內目前消費的這個相關的指標是比較 為什麼消費 民眾不敢消費 原因呢 你們找出來了沒 主要是信心問題 信心問題 對政府沒信心 還是怎麼樣 整體經濟環境的信心比較不足 那大概我們也根據主計處的相關資料 我們也分析出來大概 跟我們的實質薪資沒有上漲 還有我們的股市不振 大概這些都有一些原因在 好 是 你們打算用哪一服藥 要 要撒到一服藥 讓他能夠讓民眾有感 這很重要喔 你們是小內閣喔 財經小內閣喔 你們在主導喔 因為目前 因為裡面 正在規劃相關的措施 因為還沒有完整 聽說你們針對汽機車 要來做補貼 有沒有這回事 確定了沒 這還在規劃還沒有定案 那你們九十八年那一波 你們覺得效果好嗎 九十八年那一波 基本上他達到一定的效果 那當然也是剛好也搭配 國際景氣景氣回溫 所以有時候一個措施 他天時地利都要 time 要掌握得剛剛好 那你們預計這一波 打算投入多少 現在就是民眾不敢花錢嘛 所以循環不起來嘛 那一般來講的話 像我們之前發這個消費券嘛 一動下去 各行各業就稍微動起來了嘛 但是呢相對的 我們的負債就多很多嘛 對 剛剛有人報告 因為當初發消費券的背景 是國內的消費是負成長 那目前 國內的消費喔 還是有成長 那那個成長的幅度不有預期 好 那你們 打算怎麼做 總要有一個方已經一個方向了嘛 是 不然民眾會一直悶下去啊 會對政府越來越沒信心啊 呃 跟我的報告就目前 大概我們報告也有提目前 經濟部為主 他相關商圈的一些規劃 就是跟這個市民比較有關的這些商業活動喔 有喔我覺得你們現在有進步啦 是 我看到你們一個吃透透啊 是是是 要鼓勵民眾出來消費啊 對對對 但你那個誘因要用大一點啊 台灣吃透透啊 至少讓這些 中小基 中下階級的人啊 他們呢 能夠有相關的一些 一些營運回來啊 我了解 這東西 不錯 這個要給你們鼓勵 是 我想 這種活動事實上 對這種庶民的商機 他是幫忙是很大 那 對信心的回流也是有很大的幫助 好那你們這一次這一波 要來刺激我們的汽機車 你們預計要施行多久 一年還是多久 跟委員報告這部分 還沒有定案 還沒有定案 那都是報紙講的 好我再問 你們這一波打算花多少錢 要去刺激經濟 這個部分還是 還是不知道 那不行啊 你什麼都不知道 這樣不行啊 因為現在的情況 政府財政是比較吃緊啊 所以 目前的做法還是希望 要求相關的單位 你總之要有個方向啊 現在是希望 country 報紙 有一個大片給我們啊 結果到時候 寫得很漂亮 到時候又沒在實行啊 錢在哪裡啊 現在的 你預計花多少錢啊 跟委員報 現在的做法是希望 要求各單位 加強執行預算 然後能夠提前做 只是把預算消耗掉 這是我們現在的提振方案 不是把預算消耗掉 等於說 預算花的當然要花在刀口上 所以錢都不用花 不用用到錢的 呃 能夠有效益的 就是趕快先做 大概是這樣 有效益的先做 因為如果要 額外再去找預算 他也要經過一個程序嘛 所以如果現有有預算的這個項目 有預算的計畫 就要求提前做 加速做 這個效果就會先出來 就只有這樣而已啊 那這樣跟人民的期待差很多耶 是 剛剛我們部長有講耶 放到口袋裡面最有感耶 你怎麼讓人家放到口袋 你怎麼做 其實國際的相關報告都認為說 慢慢會復甦啦 因為第一季也是 你們上次也跟人家講說 我們的成長率會高啊 對 哪裡知道我們的黃金交叉線就沒了 蛤 是 這個因為第一季其實是比較 出乎預料 因為國際上的情勢喔 其實還是 那也就是說第二季你們預估 可以成長到多少 呃 嗯 這個部分可能要問主計總出 蛤 這個有沒有 你們現在就跟公主報告 跟我們說一個價位 一個價位 就你們 我們每年的年度的預算的東西 那怎麼會振作得起來呢 是 那好再問 法令的鬆綁現在到什麼程度 我在上次大會的質詢的過程中 我就告訴你們 很多綁手綁腳都在你們自己的法規 你們自己的辦法裡面 你們到現在鬆綁了多少 呃 這個實際的量 我手邊 剛好沒有準備這個資料 但經建會持續都有在 這個 在做這些方面的事情 我想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 其實就是一個很龐大的一個 法規鬆綁計畫 哦 它基本上就是為了 呃 先用自由經濟示範區的這種模式啊 裡面啊 放放進很多法規鬆綁的一些 配套措施啊 讓這個相關活動可以 呃 先先活絡起來 大概是這樣子 你現在又畫一個大餅在那邊給我們 不會啊 蛤 五個桿 對不對 畫了一個大餅在那邊 是 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不知道 呃 目前因為是第一階段 特別法還沒有施行 所以我們先用五港一空 先用自由貿易港 來做施行 那等到我們下個會期會提出特別法 特別法也希望大院能夠支持 如果特別法通過之後 他可以擴極的範圍就可以更大 提供的優惠可以更多 全民都在期待啦 大家加油 好不好 我們會努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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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請回 接著